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兴电地方新闻 我是张芳琪 马上带您来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实定和平国小海外华语青年英语服务营 结束为其两周的交选活动 闭幕典礼上离情依依 在高快速道路跨越行驶穿越区线 即为变换车道 驾驶人务必要打方向灯 否则最高可开发6000元 新闻区建国里最近多了几面才会墙 不仅让街景焕然一新 更成为拍照打卡热点 新北市观光流局结合深澳铁道自行车 举办创意婚纱照票选活动 第一名可以获得52000元结婚礼金 今天的新闻深一点 要带大家到实定拖劳中心 一起来关心偏乡长照的推动情况 迈入第七年的实定和平国小海外华语青年英语服务营 今年一共有八位海外青年志工到校进行两周的英语教学 在闭幕典礼上 和平国小的小朋友透过英语歌谣唱跳 展现了学习成果 并且送上卡片表达对志工老师的感谢 为了争取英语多元教学资源 让小朋友能扩展国际事业 实定和平国小每年都会向教育部 申请海外华语青年英语服务营 今年一共有八位海外青年志工到和平国小 进行围棋两周的英语教学 分成四个班 依据学生的英语程度来分班 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英语营 他们可以让孩子在全英语的环境之下 很自然的很快乐的活动式的一个学习 来学习英语 两个礼拜的英语教学 小朋友和志工老师都培养了深厚的感情 在英语营的闭幕典礼上 各班的小朋友透过英语歌谣唱跳 展现学习成果 甚至还特制道具 活泼地在台上表演 参与这次营队教学的海外青年就说 因为没有教学经验 所以要来之前特别紧张 但借由游戏的方式带领小朋友学习 让他们从玩当中学英文 更能够对英文产生兴趣 我发现他们很喜欢比赛 所以我们刚刚玩那个钓人 他们就非常喜欢玩那个 然后学得也比较快 就是跟他们玩些游戏 可以一边又好玩 又可以学到知识的 在闭幕典礼中 小朋友除了送上卡片 更用英文表达了对志工老师的感谢 让海外青年志工 忍不住在台上红了眼眶 让人感受到离情依依的气氛 实定和平国小校长江梦又表示 海外华裔青年英语服务营 已经持续了七个年头 借由这样的活动 小朋友不但可以学习到 更多英语单字 在发音上也能够更正确 对于英文不再陌生恐惧 也期盼和平国小的学童们 都能够与国际接轨 勇于开口说英文 记者陈小旦 赵芳琪 时定采访报道 近来有民众申诉 在高快速道路上 明明只是顺着路走 怎么会收到变换车道 未打方向灯的罚单呢 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表示 在高快速道路上 主线与汇出入车道 交汇处划有白须线 因此行驶中跨越 就视为变换车道 一定要打方向灯 否则最高可以开罚6000元 收到罚单 看着被检举的照片 诚信驾驶人不服气的说 只是顺着路走 怎么会被检举为打方向灯呢 其实这也是许多驾驶人的错误观念 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指出 高快速公路主线与汇出入 车道的交汇处划有白须线 就是设置规则第189条之一的穿越须线 目的在让驾驶人 辨识主线车道和其他车道的范围 但许多驾驶人误认为 只是顺着路走 并没有变换车道 因此就没有打方向灯 但其实跨越行驶 穿越虚线到另一侧车道 就属于变换车道 一定要打方向灯 否则可依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33条除以3000元到6000元的罚还 根据裁决处统计 107年高快速公路违规案件 达12143件 其中未依规定变换车道的部分 就有17417件 占了将近15%的比例 当中绝大多数就都是因为 驾驶人跨越行驶虚线 为打方向灯而遭到取缔 裁决处再次提醒 驾驶人变换车道 应依规定使用方向灯 看到路段上划有穿越虚线 在变换车道前 就必须打方向灯 警示后方来车 以免受罚并且增加肇事风险 如果有任何相关疑问及查询 违规缴缴纳情形 可以拨打服务电话 8978-6101转分机9来询问 记者杨帮友 赵方琪 新店采访报道 新店区江陵里 最近在建国路雨二十张路 金增几面彩绘墙 有充满客家气息的晒柿子画面 还有可爱的小猫与小狗 迎接往来的路人 卡哇伊的模样 让经过的民众都忍不住 停下脚步拍照 也让当地成为打卡热点 古厕广场上晒满一楼楼的金黄柿子 充满着客家秋天的丰收气息 金北市议员陈宇军 最近协助江陵里 向水利局争取经费 分别在建国路242号 以及巷弄 还有二十张路三十号施作彩绘墙 原版单调无奇的墙面 瞬间焕然异新 营造不同以往的接近 我觉得好兴奋 因为这是一直我想要做的事情 结果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我说当然可以 结果他们陈宇军议员 就请水利局的来跟我们会看 会看了之后 马上就答应我们 因为他说我们这一代的污水下水道 已经做的都差不多了 所以有符合这个条件 另外在二十张路三十号的墙面 则是走复古可爱风 由于这里是店家 所以就设计以卡哇伊的猫狗 迎接客人到访 可爱的狗狗 已在窗口陪客人喝杯小酒 走累了还有小猫咪 陪大家坐下来休息 让车来车往的街道 不再只有紧张繁忙 更增添了温馨暖意 叶金助理长说 这里现在可是民众拍照打卡的热点 我们也是征求店家的那个他们的意见 他们希望走复古风 然后温暖休闲型的 所以我们就照店家的意思 请老板做这方面的规划 此外在建国路234 236 以及238号的巷弄内 更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彩绘风貌 农家制察的情景 小吃摊忙碌的准备美食 客人闲话家常 这些事情小民平日的生活景象 不仅美化了巷弄 更让阴暗的巷弄鲜活了起来 记者声明者们 新店采访报道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 为了迎接七夕情人节的到来 结合现在最夯的深奥铁道自行车 举办创意婚纱照票选活动 只要是在今年结婚 或者是准备结婚的民众 都可以登记报名 以深奥铁道自行车为主题 将婚纱照上传到活动粉丝团 按赞数最高者 就能够获得五万两千元的结婚礼金 以及高级饭店住宿一晚 为了迎接七夕情人节的到来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 别开生面 结合深奥铁道自行车 推出勇敢秀婚纱 来拍不一样的创意婚纱吧活动 只要即日起 到7月28号上网登记完成报名 和主办单位联系 并且安排拍摄日期 拍摄完成后 在7月28号前 会透过电子邮件交件 主办单位将会协助上传到 升奥铁道自行车的粉丝团 让民众票选 按赞数最多的 可以获得五万两千元的结婚礼金 以及饭店住宿一晚 勇敢用婚纱 最主要就是说 希望这个婚纱不但拍得美美的 更希望每一对新人都能够发挥创意 能够秀出不一样的婚纱来 让这个网民在我们的粉丝团上去按赞 凡是按赞最多 也就得到最多祝福的呢 第一名我们会有五万两千元的奖金 以及非常棒的福隆备约的海景套房 一个晚上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表示 只要是按赞数前三名的 都有结婚礼金 另外第四第五名 则可以获得饭店住宿 而在七夕情人节 8月7号到8月13号期间 只要两人成行 一同搭乘夜间班次 还可以向服务柜台 索取限量的夜光 玫瑰花一朵 欢迎在今年结婚 或者是准新人 踊跃报名参加创意婚纱活动 希望能够让深奥铁道自行车 成为浪漫的旅游景点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广告后要来看的是 新闻深一点的报道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看球赛干嘛这么累 有了数位录影机 全部可以预约录 精彩画面可以暂停重播 看几次都行 随时可以轻松看 老婆爱看的戏剧 也可以整套录哦 有了数位录影机 不怕肉看精彩节目了 快播29173939 大兴电数位电视 自从我装了 Home Security居家防护 手机一点 就可以看到我的毛孩子 除了看他好不好 也可以让自己 轻轻好好放松一下 一通电话安装到好 真的很方便 有了Home Security居家防护 让我在煮饭 洗衣服的时候可以很轻松的 看到孩子在做什么 你用事情做到一半 还要跑到房间看孩子 真的让人很安心 居家防护 一通电话安装到好 快播29173939 大兴电宽品 为了让长辈 能够像小朋友一样 白天可以获得 专业照顾和生活规划 政府广设公共拖脑中心 包括地处偏远的实定 现在也都有拖脑中心的设置 实定拖脑中心的收拖人数并不多 最主要原因还是在于预防照顾的观念不足 但其实在实定拖脑中心内 不仅活动多元丰富 还运用与幼儿园同栋楼的优势 让老人家和小朋友可以共荣共学 马上透过镜头带您来看看 偏乡长照的情形 一大早的实定风子林大楼传出了小朋友同志歌声 这是实定拖脑中心老幼共荣的时间 和幼儿园的孩子一样 周一到周五 这群老人家就会来到日拖中心 由中心安排各项活动和课程 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长辈能在专业人员的照顾下 延缓老化维持身体机能 我们很多实定的长辈其实他们年纪都很大 那当他们年纪就是行动力还可以的时候 他们会去种田 他们会到田里去做一些就是他们的一些老屋的活动 可是等到他们真正就是退化了 没有办法去做一些老屋的活动的时候 他们自己在家里面的活动能力是降低很多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到日拖来这边 其实可以维持他们日间的活动 目前唯有老屋老基金会办理的实定拖脑中心 不同于都会区域爆满的状况 这里收拖的长辈人数并不多 最主要原因除了和区域性有关 再来就是存在着 没当叮当为什么要让人家顾的观念 他们的观念还停在说 我必要给你们够 他们可能会觉得说 我等到生病的时候我才需要 这种预防医学的观念 他们还不够 还不够 然后政府可能在这一块方面 我们的宣导要更多 我们不一定是要失能才来到我们日拖 我们希望每个长辈来这里 可以找到维护他的健康的一个活动 维护他人际互动的一个脉络 我们希望在这边能够让他们 找到最基本的一个社会互动的元素 其实拖老并非只是让人照顾 更重要的是给予关怀 互动以及良好的生活规划 像是运用和幼儿园同一栋大楼的特色 安排小朋友与老人家相处 孩子们围绕着老人家一会垂背 一会端茶拿饼干 祖孙同乐洋溢着温馨感觉 每周都一定会有一个时段是老幼共学的部分 那像我们从一开始 我们是比较先让长辈跟孩子们培养一些默契 我们借有一些团康游戏啊 或者是说我们一起唱歌啊 慢慢培养一些默契 融洽的那个感觉就是还蛮好的 在这里活动多元丰富 场景一转 教室内丽华老师正在引导大家对于时间认知的加强 并且透过游戏方式让长辈找出数字 把你的牌子扣开 把你的牌子这样一张一张扣开 你的手如果不好扣开的时候 把牌子扣开一张给你看 请你这样把它扣到旁边来 才把它扣开 在老师的指引下 阿公阿妈拿出了指定的数字牌 从颜色形状到数字的认别 看似简单 但对老人家来说 随着年纪增长 机能的退化 让他要动脑动手可不简单 所以为了鼓励长辈可以多动动 老五老基金会在托老中心内 就以代金的方式 来增加阿公阿妈的主动性 可以自己倒个水 我可能就有一百或两百 对那我自己可能踩一下脚踏车啊 其实对他们来讲 就是运动还是需要一些诱营啊 对他会觉得说 我踩十分钟 然后有拿到钱 跟我没有拿到钱 但是那个动力就会有一些消长 墙壁上的海报 标示着自己运动 就可以获得多少奖励 甚至是能够自己添饭菜 也能够获得带金 而这些奖励 则可以拿来换取舒服的按摩 或者是日常用品 这样有趣的活动 让长辈们觉得生活过得充实多了 你轻松啦 轻松啊 有家运动 这里都有职务 这样就有好够了 我们希望他们到这边能够有活动 然后还有碰到很多我们学堂的好朋友 能够有持续的互动 那活动跟互动是我们在规划我们的日拖 很重要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元素 那也希望长辈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其实真的是就是有越来越活越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愿景 除了各项活动的安排 饮食上也不马虎 午餐时间一到 厨房就端出热腾腾的菜肴 偶尔同栋楼的老人会长辈也会一起来共餐 使得这个托老中心反而更像是一个引法交流据点 这种的很好的对老人都有一个感情连络 都很好的好的 要不然如果在家睡觉看电视 没了 身体就越坏了 那个衰老就不紧 因为大家很疼 我很欢迎 我来这一年 我来到这一年 有点大家说我家比较大户 比较大户 在家书就家义一个人 没了就做了 要吃米饭也不怕也不料 要来这一年 我们大家很高和很疼 我们的家女 家媳妇 我们来家一奉心 对 要做一奉心做一套 从长辈的话语里我们得到了最真实的回应 来到托老并非代表着没有用了 而是给自己引法生活的另一种选择 活得健康 活得快乐 托老中心的预防照顾 在老年人口居多的偏向地区来说 尤其更被需要 记者杨邦友赵芳琪 时定采访报道 接着来看 宝贝要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办高速上网 这样才划算 现在申办500MB宽屏上网 加高画质套餐 加机上盒买video豪华月租包 每月只要899元 专案详洽2917 3939 HD148自由选高画质频道组 年约半年缴再讲好理四选一 专案详情请上官网查询 或洽客服专线2917 3939 大新年客服APP可进行账务服务 障碍报修 还可进行节目查询 接收最新优惠专案 还可通过手机进行远端录影 马上下载轻松又方便 防治灯壳热 请清除不需要的积水容器 以避免蚊虫滋生 另外平日到户外环境活动时 请穿着淡色长袖衣物 并于皮肤裸露处 涂抹防纹药品 以避免遭受蚊虫叮咬 预防肠病毒请正确洗手 并养成不乱摸口鼻的习惯 照顾或接触幼童者 应注意个人卫生 避免将病毒传染给幼童 生病时应尽速就医 并且请假在家休息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都可以透过画面上的QR Code扫描 到我们的YouTube脸书粉丝团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芳琪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